基本上的话 每次我们把它录下来 反正你回去再看 只要你回去有练习 我想这些东西要再消化 应该比较不是困难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email信箱 你要把它寄出去 当然首先你要了解 e-sale本身是不能寄email的 但是在office里面 有一个成员叫outlook outlook可以帮你寄信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能够自动寄信的话 其实是在背后 把什么呢 把outlook 有点像外挂的方式 帮你加到e-sale的程式里面 这问他一定要用VBA 函数里面没有可以寄信的函数 所以一定要VBA 所以VBA里面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 如何把outlook加到你的VBA程式里面 第一个 也就是说他会在背后帮你把outlook打开 所以你在画面上不会看到outlook的程式 第二个的话 有点像是他在背后打开之后 你可能要先 产生一个新邮件 新邮件里面要填什么呢 包含也许收件者 收件者谁嘛 也许你可以用cc 附件 也可以用bcc 那他这个地方都可以设定他的那个参数的 另外的话 你的主旨 有没有subject 还有你的内容是body 还有你的attachment 就是你的附加档 你要不要加 其实这些都可以啦 这样的话 如果你设定好之后 再把它send出去 他就收到 不过前提第一个 你可能outlook本身 要已经设定好 那个可以邮寄 所以在outlook你可能要先把它启动 不过你们电脑里面 我不确定有没有 不过我会demo给你们 因为我现在这台电脑已经有设定好了 所以待会的话我会demo给各位看 他可以自动的帮你自动发信 即便你有几千个人 几万个人 他可以瞬间 但是会有个缺点 这个也是同学反馈给我的 因为我之前就很快的把它send出去 不过我 但是你同时送出这么多信件 你第一个可能要注意就是什么 你不能够同时传这么多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send那边 那个寄件的伺服器那边 会可能会以为你是不是有被害克鲁钦 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攻击行为 而会造成什么 可能把你的账号封锁掉 因为之前就有个同学 他跟我讲说 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被他们那个server段那边的 MIS人员把他的账号停掉 所以他后来就问我一个问题说 哎有没有办法让 寄信的动作不要这么快 因为理论上 如果用人工来寄信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 有没有寄这么快 啪啪啪啪 一个回圈球跑完了 可能不到一秒钟 可能集万封信件就出去了 看这几百万啦 当然寄信是非常快 可是你要防止如何不要被列为黑名单 这时候的话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让你的程式变慢 有没有 程式跑太快也不是好事 有油门之外还有刹车 怎么样能程式变慢 这个可能要思考一 那程式要变慢 这部分VBA 其实它里面有个物件 物件名称就是Application 前面我们好像有用过这个吧 我一直强调 Application非常重要 Application指的就已是有本身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点Application 点 点 点 位置 位置 顾名思义嘛 位置就等等 等一下 那等什么呢 你要到它等几秒钟 比如说你跑个回圈 你就在回圈 NAS上面加一行 在Application 点 位置 位置的话呢 比如说 TimeValue 你的那个时间现在又闹 现在的时间加几秒钟 它就会 比如说加5秒钟 它就等5秒12345 再换下一个回圈 12345 换下一个 所以你可以配合那个 回圈里面 配合一个Application 点位程的方法 其实就可以让程式变慢 那至于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会用一些 就是03这个Sample 跟各位做说明 但是呢 在做这个Sample之前 因为我们要先准备什么 准备 把Email信箱 准备好 当然未来你可以跑一个回圈 怎么样可以个别的 4i等于2到6 或者2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你去抓B欄里面的 那个Email信箱 或者是说你希望怎么样 不要一封一封记 你可以怎么样 干脆把5个人的Email信箱 全部串在一起 中间加斗点就可以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 这一题刚好文字串接 刚好顺便讲一下 你如何把这5个信箱 串在一起 并且在他们的信箱 中间加斗点 那以往做法 图法天刚刚一面 复制贴过来 加一个斗点 再复制第二个 再复制第三个 OK 但是如果你有几百个 几千个 你当然这样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用什么方式来做 会是最简单的 当然 如果在不写程式的情况下 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你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 他自己本身 不过你还是要做几次 第二次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他自己本身 再怎么样 再串接一个什么呢 end 串一个斗点 然后呢 再串一个什么呢 再串一个end end什么呢 end他左边这一个 ok 那串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打勾之后 向下填满 这边我看 这边少一个 这边多一个 双鱼 ok 就是上面这个串 左边这个 但是中间会加一个斗点 打勾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只要做两个储存歌 下面就会跟着一起做 为什么 因为他又会把上面的 跟左边的串在一起 上面跟左边 所以一直串串串 最后留下来的 当然就是我们最后要的 email的串接 所以这个方法呢 是在不撰写程式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 ok 等于什么 第一次是等于 他的b栏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呢 他的上面在串 左边 可是中间我需要有一个斗点 好 不过有的时候 那有些email信箱 他可能中间用分号 不管 反正将来就是中间会串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ok 那串完之后 你只要把它向下填满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五个人email信箱 所有的内容在这里 好 这个是不写程式 不过呢 顺便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那假如说 我们如果要用VBA来写 诶 要用什么方法来写 VBA哦 所以这边的话呢 好像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当然一样啦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做什么呢 把 b2 串接中间加斗点 b3 串接加斗点 那最后的结果呢 帮我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c6的储存格 ok 所以程式大概会有 第一个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随便我取一个名叫s s等于空的空置串 初始值是没有嘛 然后再来什么 for i i 等于2到最下面列 然后呢 串接哦 s等于s自己本身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 s自己本身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 那个 我们的sales 就是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最后记得再串一个 逗点 ok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结果跑出来 最后呢 就把结果 range c6等于s 就把s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它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还有印象 那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做看看 好 一样开发人员里面 先插入一个程序好了 这个模组 模组里面的话 那这个程序的话 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文字串接吧 之类的 那 先试一下好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文字串 我叫串接email好了 就是用那个串接 串接这个是用公式串接 等于 b2 第二个储存格 等于上面 c2 再串一个斗点 再串一个b3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做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一键完成 一键完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撰写那个VBA程式 撰写完之后的话 当然也是一样 你可以插入一个按钮 这个地方的话就串接email 我用串接email来当按钮名称 那待会我们有email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再来看就是说 如何把那个我们的email当成是我们的email 要寄给谁的email信箱 把它加到那个VBA程式 然后呢再一键自动把mail寄给这五个人 他就可以收到这些信件 那待会我们也许第二阶段再来看就是真正的把mail部分把它输出 好 好 好 い吧 好 很好 我的 好 好 好 evolved 一点 老